所以今天就要來教大家 Be important 更 important 的高中單字 學會之後呢 不只你的閱讀測驗不會失分 也可以應用在你的寫作裡面喔 嗨大家好我是Rose 歡迎來到早安單製程 想到重要的這個字呢 大家就會馬上想到 important 嘛 但是其實考試的時候常常會出現幾個字喔 他們都含有重要的意思 那大考呢很常在文章提到一個字之後 在題目跟選項就會換一個字來問大家 所以今天就要來教大家 Be important 更 important 的高中單字 學會之後呢 不只你的閱讀測驗不會失分 也可以應用在你的寫作裡面喔 今天第一個字呢是 vital 它是指維持生命活力不可或缺的 甚至呢是生死攸關的喔 它所側重的意思 我們也可以從劍橋字典的示意看出來 necessary for the success or continued existence of something 那另外呢 有 vita 這個字跟的單字 都跟生命有關喔 像是 vitamin 維他命 就是維持生命不可或缺的東西嘛 好那第二個可以跟 important 互換的字呢 就是 essential 它強調必不可少 有某物如果缺少這個東西 就會失去本質的意思 那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喔 assess 是本質要素 那延伸出來的形容詞 essential 當然就是往這方向延伸啦 所以呢可以注意一下喔 當我們用這個字的時候 我們就在說這個東西它有決定性的重要性 不可以缺少 否則無法存在 就像剛剛跟大家說的一樣 學測很常出現這些同意字嘛 那在108年的時候就有考住這個essential喔 所以現在就要來問大家 哪一個選項才是對的 It is essential for us to maintain constant 什麼 With our friends to ensure that we have someone to talk to in times of need 好 A 是 benefit B 是 contact C 是 gesture D 是 favor 好那答案是 Be contact 其實這一題呢很重要的是 你要看出essential代表重要的 你才知道後面要怎麼選嘛 好所以就要選B 這樣變成constant contact 才是正確的喔 好又到了冷笑話時間了 今天要說冷笑話跟重要有關 My friend and I had an argument as to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vowel 就是我朋友呢 跟我在爭論 到底哪一個母音最重要 那你知道誰贏了嗎 我贏了 I won't 好接下來再回到我們第三個單字 哪個字跟important是同一字呢 就是significant 那一樣呢 我們先從名詞來旁敲撤擊一下 它到底是什麼意思 首先呢 signification 是一個詞的含義 再來喔 significance 是一個名詞 那它指的是特殊的意義 所以我們再推回去 significant 你應該知道它是什麼調性的字了吧 當我們用它的時候呢 我們重要性就側重在 它是有意義的顯著的 我們用它的英文示意再加深一下影響 它是noticeable 或者是having a special meaning的意思 再來 last but not least 最後但同樣重要的就是necessary 它的意思是呢 強調為了達到某種目標 不可避免的需要 它的詞意就是呢 needed in order to achieve a particular result 那我們也可以用這個necessity 名詞感覺出來這個重要偏重的是什麼 像是daily necessity 就是我們每天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日用品啦 好那講解到這裡 要再來問大家一個問題 之前啊在疫情嚴峻的時候 美國各地的政府就公告了 理髮店啊服飾店等非必要商店要暫時關閉 現在要來問大家 這個非必要怎麼說呢 什麼shops will close across the country 應該要選a unnecessary b disnecessary c unnecessary 還是d misnecessary 答案是a 好這次特別在自首呢做一點變化 是要跟大家說 每個字都有固定搭配的否定詞 不可以亂用喔 像是我們都知道cover嘛 可是呢discover是發現 oncover變揭露 還有呢unlike是不像 可是dislike也是不喜歡都是不一樣的喔 所以呢necessary固定就要搭配on變成onnecessary才對 好那現在讓我們快速的複習一下這些單字有多重要吧 第一個字是vital 生命不可或缺的重要 vita開頭的字都跟生命有關 第二個字呢是essential 缺少某個部分就失去本質的那種重要 可以從essence去聯想 第三個呢是significant 這個重要性是有意義的顯著的 最後一個呢是necessary 為了達到某種目標不可避免的需要 可以從daily necessities去聯想 所以這些大家要祭勞囉 好那今天的早安單字成就到這邊 記得訂閱snap at taiwan頻道 開啟小鈴鐺 現在呢趕快帶你早餐跟這些單字迎接美好的一天吧 我們下次見拜拜 那其實我們在防疫期間呢 收集了一些神奇的小故事 這他是真的把爬蟲類的寵物放在眼上 天啊 原來衛生命還有這種功用 如果真的遇到怎麼辦 聽起來好可怕我應該會倉皇逃走 bt.com